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陆陆却不同 两个人是大学室友 上大学的时候 班级里面清一色的男同志 只有他和陆陆相依为命 那时两个人一起吃饭 一起上课 一起上自习 分享着各自的小秘密 甚至有的时候 两个人还睡在同一张床上 这样的革命友情 陆毅自然不会懂 尤其是女生的友情 他们往往聊娱乐新闻便能说上一天 更何况两个人这么久没有见面了 自然是话多得不得了 陆毅来的第一天 陆毅请两个人吃的饭 三人行 陆毅总是觉得别扭 她可不想天天吃狗粮 故而第二天的约会便将陆毅给自动摘除了 第二天的聚会是为了庆祝陆毅面试成功 陆毅请客 第三天的聚会 单纯的是为了逛夜市 两个人想要重温大学时期的美好 两个人三观超级一致 都是那种大大咧咧的女生 都是那种能够将男性朋友瞬间处成兄弟的主 故而 两个人的话题便也会超级多 今夏和陆毅逛夜市回来的时候 陆毅早就洗漱完毕 靠在床上看书呢 今夏看见陆毅 笑呵呵地问道 还没睡呢 陆毅有些不悦 怎么会来这么晚 我们逛完夜市 又去喝了杯咖啡 今夏没有想那么多 如实地回复道 晚上喝咖啡 你们也不怕失眠 陆毅言语之中 充满了不快 不能 我和陆毅都是那种 喝多少咖啡都不会失眠的人 今夏一边笑着说着 一边寻找自己的睡衣 陆毅冷哼一声 心中暗道 不会失眠 是因为没心没肺吧 他没有继续说些什么 因为今夏已经拿着睡衣去洗漱了 哎 自己还能说些什么 总不能说自己等他一晚上吧 不过 陆毅心中的不满虽然没有说出来 但是他也有办法发泄出来 谁叫他是持正合法的呢 陆毅怒了 这周六到了 难得陆毅不用加班 他想着或许应该带着今夏出去玩一玩 他们自从恋爱结婚后 两个人很少出去玩 虽然今夏一直都没有说过 但是陆毅只觉得自己平日太忙 内心深处有些愧疚 可是 当他问今夏这周六 有什么想做的事情吗 今夏直接告诉他 他这周六和陆毕约好去逛街了 陆毅再一次被忽略 心里不是滋味 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那个朋友 不是来追你师哥的吗 怎么 我看他倒是天天缠着你 今夏正坐在电脑旁整理学习资料呢 虽然是没有听出陆毅口中的不满 如实地回复道 他说等他先把工作安顿好的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他就是嘴上那么一说 之所以来杭州 那是因为换工作 要是真的因为男人来杭州 他也不至于等了这么多年了 你的意思是他要一直缠着你 陆毅突然间道 怎么能是缠着我呢 我们是太久没有见面了 他又刚刚来杭州 人生地不熟 自然是要多找我的 今夏向陆毅解释道 我看你这一天陪他的时间比我都多 陆毅说完后 转身回到床上 一脸的不悦 今夏这才发现端倪 回头看了一眼陆毅 发现他正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今夏也爬到床上 将头埋在陆毅的胸口 轻声地问道 你生气了 没有 某人依旧傲娇地回复道 要不然 你明天陪着我们一起去逛街 今夏笑呵呵得道 明天加班 某人口是心非地说着 他才不接受这么没有诚意的邀请 你看 我就知道你加班 所以才答应陆陆一起去逛街的 若是你不加班 我定是要陪你的 今夏撒娇得道 陆毅听见今夏如此说 心情越发得不美丽了 睡觉了 陆毅将今夏的头推了推 自己躺在枕头上不搭理今夏 可是 夏也是谁啊 至陆毅向来有绝招 今夏抱着陆毅的胳膊 仨娇 得道 别睡了吗 陪我聊聊天吗 聊天找你闺蜜去 陆毅打断今夏的话 今夏看着陆毅生闷气的样子 不但没有觉得生气 反而觉得特别有意思 他慢慢地靠近陆毅 在陆毅的耳朵上哈着气 暧昧 得道 别生气了 我今晚好好陪你好不好 不用 某人依旧拒绝道 今夏不理会陆毅的拒绝 手探入陆毅的睡衣里面 柔软的小手在陆毅的胸前画着圈圈 陆毅哪里惊得住 今夏这样撩拨 转身将今夏压在身下 开始画被动为主动 至于明天几点去逛街 那就要看今夏的体力了